HELLO, 歡迎來到今日的獨獨報紙, 全傳萬聯 這一集會有很多傳聞, 因為早兩天都沒有做到節目 今天回到正常, 8.9, 在萬聯新聞一分鐘直播, 亦會錄完後放上萬迷早晨 在此呼籲多次, 希望各位未訂閱萬聯新聞一分鐘的朋友 但又喜歡看泰拔的節目的話, 記得快點去訂閱, 因為遲些會有兩條線 兩個台都會和大家報道萬聯新聞, 但方向可能有少少不同 簡單說一說, 泰拔那邊可能會更多我自己的分析 新聞方面, 尤其是快, 一定會在萬聯新聞一分鐘這邊 因為始終我比較容易做到, 很快就做到 所以希望大家兩邊都幫忙訂閱, 言歸正傳 講到全萬聯, 怎能沒有Jayden Central 一定會有新組, 我看到Jack也在這裡, 多說一些 有什麼你知道的多蒙特方面的消息 記得和我們報料, Jack 第一單是夏蘭特, 接受訪問的 我今早也聽到一個他的訪問, 他接受ESPN的訪問 其中一個題目是Jayden Central和他的拍檔 他說Jayden Central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球員 尤其是數據不會說謊, 他對於多蒙特的球歸 究竟做了多少事情, 大家都有目共睹 他說他都覺得他會繼續進步 他說我們幸好有多蒙特, 幸好有他 另外有一件事也挺搞笑的 因為我忘了那個記者的名字 即是有一個記者或者一些球評 他寫了一個list 21歲或以下的球員 全世界Top30個 第一位是麥巴比, 第二位是新組 第三位不知道是誰 然後夏蘭特就排到第八 當時ESPN的記者問他 夏蘭特, 你排第八, 你怎麼看 我覺得他也算是這樣的 他這麼年輕, 也很年輕, 也很不錯 他說OK啦, 這些都要看, 繼續努力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問夏蘭特 也挺有趣的 他說他有一期入球後 他就像打坐一樣坐在那裡 之後PSG球員 那場歐聯贏了他們之後 又學他入了球 那個記者就問他 你怎麼看這件事 人家這樣擺到明寸來 說真的 他說其實我很喜歡做meditation 很喜歡做冥想或者打坐 如果他們這麼好幫我們宣傳這件事 我真的謝謝他也來不及 一個四兩勃千斤 所以夏蘭特這個年輕人 說真的, 他的反應是相當快 除了踢球之外 他說話的反應也相當快 也挺圓滑的 所以不知道是否羅威人也是這樣 真的很有趣 我今早的影片先說過 蘇斯克查也是比較圓滑的 但是我就想他多些少火 不過好在, 多謝有朋友提醒我 他其實發了火 尤其是列格特那家爺 列格特那家爺 真的令到他發了火 在場邊大喊 那我就回答 不知道大家看了youtube 我留言沒有 我回答那位朋友說 是的 列格特可能今年最大的功勞 就是激活了蘇斯克查的小宇宙 讓他那個奴氣或氣焰比較大 說笑 馬哥說我好很多 因為那一天其實不是這麼大件事 不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始終做節目 都是要回上一帳 狀態才能做到 無論是錄也好 做直播也好 那天真的有點不舒服 所以就沒有那個狀態去錄音 或者做直播 所以就休息了一天 沒事的了 其實本身那天也不是太大件事 不過就沒有了狀態 希望大家明白 還有很多東西要聽的 另外關於新組那裏 當然 新組有很多上上落落 突然間一宗又說好消息 突然間又說簽不到 今次德國媒體BIND就說 巴塞和皇馬都好像有興趣了 對於這位年輕人 但最過癮的是 原來他們想著用 Ansule Fatty 即巴塞 今年打得不錯的年輕人 和多蒙特交換 即是用17歲的Ansule Fatty 去交換一個20歲的新組 我覺得這件事 又是改作文的時間 我覺得這件事 真是老狀 因為說真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Ansule Fatty 就是近幾年 在巴塞隆拿 打得有少少名的年輕人 最近巴塞的清訓非常弱 其實Ansule Fatty 我不肯定他有沒有清訓 但肯定他就是 在巴塞做一隊地標戰 以及17歲 我想他屬於清訓 就算是半製成品 說真的 怎麼會拿自己最有名的清訓 去交換其他球員呢 我自己覺得整件事很不合理 第二件事 大家想想 你猜這樣交換的話 即是莊蒙特收到多少錢的鑽匯費 我想有限 說實際上也會拿球員來交換 巴塞也不會覺得自己的Ansule Fatty 值得少錢 所以我覺得 這個作品我自己覺得是低分 因為我覺得機會很小 但他又有些創意 他又有些創意 可以說 用Ansule Fatty去交換 所以這就是我的看法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這件事 喉嚨有點不舒服 喉嚨通常喝涼茶 Marco說經刀鍊前鵪 我又有讀喚秘方 我喜歡喝羅漢果沖水 喉嚨通常喝 喉嚨通常喝 然後呢 還有 還有 新組 這宗也是同一宗 就是巴塞 這宗 最後一宗關於新組的消息 就是這件事 這件事 是否算是我們的名宿 也算是 因為他踢過我們的 是Paul Inns 但是他也是同時踢過利物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因為他幾年紀都比較大 我也有看過他踢球 可能很多朋友都沒有看過他 他說了一件事 他接受Peddy Power訪問的時候 他說了一件事 我覺得頗值得思考 尤其是 我剛剛才做完這段影片 說蘇斯一查 我覺得他在這角度 都可以作為看蘇斯一查 的一個想法 我今天可以說 今早那段影片 說漏了 所以現在說 補回了 恩斯就說 其實 他說一個球員 會不會去一個球會 其實就好看過教練 好看過教練 為什麼呢 他說他就用了Stirling做一個例子 他說Stirling去到曼城之後 經過高尼奧娜的調教之後 他真的成為了一個頂級的球員 所以 一個教練去教他 或者去Coach一個球員 其實很重要 他就說了一件事 其實我現在想起 我們一晚明早上也曾經說過 究竟蘇斯一查 有沒有去提升球員的能力呢 或者這樣說 我們在曼聯現在 蘇斯一查教了一年左右 其實我們都見到 是有些少的 再加上 無論是Marchiae或者福仔 都有說 說蘇斯一查有教他們 但是 殷斯就說了一點 我覺得挺有趣 就是說什麼呢 他說 這些新組 這些頂級的球員 蘇斯一查有沒有機會去教過 有沒有去接觸過 而令他們再提升呢 這個是殷斯的一個很大的疑問 即是很大的質疑 究竟蘇斯一查這一方面有沒有了 如果這一方面是沒有了 那些頂級球員可能不肯來 或者不想來 因為那些頂級球員 但是年輕的話 其實他們都想進步 他們都想跟到一個好的教練 去進步 那這個 殷斯說的話 我是絕對能夠明白 也都理解的 那 我們要想一下 究竟蘇斯一查有沒有證明過自己呢 啊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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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得這麼巧了 真是飛機狀之妖 讓我看到官網有一個訪問 官網有一個訪問 說什麼呢 就是說 蘇斯一查 說關於費Sir對他的影響 詳細我不說了 因為那篇文字也挺長的 蘇斯一查說過 就是什麼呢 最初他退役之後 是費Sir叫他回去幫忙做教練 而大家知不知道 費Sir當時叫蘇斯一查 回去做教練負責什麼部分 原來正正就是教前鋒踢球 所以他當時是有教師朗 有教朗來做前鋒 那當然啦 他們的成果是怎樣 他們是不是頂級 大家自己都有個想法 所以我們已經回答你了 蘇斯一查作為一個教 就是頂級球員的進攻 他絕對已經有這個經驗 絕對有這個經驗 也已經證明了自己 因為他教過斯朗 教過朗尼 而他們兩位的確 是有進步到的 OK 恩斯 所以這一方面 我就覺得 雖然我今天說漏了 但是 蘇斯一查已經證明了自己 蘇斯一查還說笑 有時候他的兒子 看朗尼或斯朗踢球 踢了好球 他都會跟他兒子說笑 你老爸我有教過他的 所以這方面 可以這樣說 也證明了自己 好了 今天新組說到這裡 另外 傳曼聯 之前我們都提過 就是摩沙丹比例 他就說 有趣的 因為發甲已經完了 他已經不用踢球了 他就說 梅沙丹比你自己說 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說 如果曼聯來找我 邀請我去過檔 其實我都很難去拒絕 他就說 所以 如果曼聯真的有興趣的話 真的可能有機會 有得談的 這個球員 我都覺得他不錯 我記得之前的節目 我都提過 這個球員 其實他在Celtic 在Celtic劇的時候 我已經有留意他 這位球員很適合用 梅沙丹比例 趁機跟大家說說 他今年的數據 發甲已經踢了27場 有了16球 有了2球的助攻 在歐聯 就是踢了7場 沒有入球 有一個助攻 所以 李昂應該還未出局 所以今年 雖然發甲就完 完了 但問題 他們還有機會 在歐聯繼續踢下去 另外一個問題 要解決 或者 另外一個問題 可能梅沙丹比利 有機會 來曼聯 就是 什麼呢 就是 李昂 剛才說 發甲已經完了 李昂今年的排位 除非他今年 贏歐聯 不然明年 沒有歐聯 如果萬聯 又爭取到歐聯 位置 這絕對是 對梅沙丹比利 一個誘因 他會不會來曼聯 說真的 他作為一個 不錯 又有歐聯經驗的前鋒 他現在只是23歲 我覺得這個球員 絕對我們應該要 看著 留意著 看看可不可以 找到他過來幫忙 這個梅沙丹給大家 記住了 如果我們拿到歐聯資格 絕對有條件吸引到他過來 他也說 如果曼聯找我 我也很難拒絕 另外一宗 其實跟我們不是太大關係 就是Colibali 拿波里的中堅 根據Tutu Mercato的網頁 他說 除了萬聯之外 現在 李物浦也要找Colibali 有多真呢 我覺得比較好 這宗如果當作改作文 說真的 李物浦現在的中堅 除了Van Dyke Van Dyke Van Dyke 還有Joe Gomez 還有世界最厲害的中堅 他自己說 羅夫蘭 另外還有Mattiv 其實這四個中堅 雖然除了Van Dyke 不用說之外 其他三個都是不錯的 我覺得 Colibali 現在的年紀 去到利物浦 是否提升呢 我也有個問號 還有利物浦 我可以和大家說 根據我和傑領隊聊天 一向都不喜歡買後衛 一向都不喜歡買後防球員 所以 除非Colibali 真的很便宜 可能兩千多萬有交易 如果不是 我就不相信 說真的 如果兩千多萬 買到Colibali 我們也先買 所以 這件事 我覺得機會比較少 OK 今天 另外 最後一宗全萬聯要說的 就是這宗 山道士 有一個前鋒球員 但他是踢翼的 叫做 Yaverson Soteldo 串給大家聽 Y-E-F-E-R-S-O-N S-O-T-E-L-D-O 就是他的名字 他是一個委內瑞拉的球員 但在踢山道士 他今年踢得不錯 跟大家說說他的數據 他就是在這個 這個叫什麼 南美自由杯 踢了兩場有一個助攻 原來要看上一個賽季 看看是否可以 因為我現在看到 就是看到他自由杯的數據 看看 原來就是這樣 不好意思 讓我按一下 是否看到 巴西聯賽 應該是有的 看看 等一等 我要立刻按 1920 原來他們1920還沒開拐 只好看上一拐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這位球員 我看過的報道 是踢得不錯的 叫做Soteldo Soteldo 我不是很肯定怎麼讀 他上一季 踢了32場 進入了9球 6個助攻 在巴西的甲組 為什麼會突然說他呢 因為他接受Gazzetta Esportiva 媒體的訪問的時候 他回應 因為那個媒體就問他 萬聯好像跟他有些傳聞 我是第一次聽的 這是一個新的球員 他就說 我不喜歡那麼多傳聞 我現在整個家人 就在委內瑞拉 現在我很想幫山道士 踢完比賽的自由杯 希望贏到自由杯 然後再想下一步 現在不想那麼多 他就說 我經常都夢想會踢萬聯 我的夢想仍然都在 現在 他就說 其實我也知道 不是可以一步登天 可能要很多步都 才去到那裡 不過我有感覺到我是可以 我很希望去到歐洲 就是去歐洲是長遠發展 不是去一去回來 我亦都很希望繼續發展我的足球生涯 我就已經預備好了 我現在也希望 可以找到一個正確的時間去做 他另外就是 如果萬聯肯簽我的話 我想我將會和萬聯簽一張 一輩子的合約 而且他為什麼喜歡萬聯呢 他的偶像就是斯朗那道 所以他很想根據他的偶像 在萬聯踢 因為他說 他自己最深刻印象的斯朗 就是踢萬聯的斯朗 所以就是這樣 這個球員 我看過他的一些數據 都是不錯的數據 以一個逆風來說 但是問題就是 有一個問題 就算他真的很有心踢 就算他真的有這麼多好球 他也是踢左邊多 他基本上又是一個左翼 所以我會給一個奉勸 Jaferson Soteto 如果你真的想踢萬聯的話 你不如要求多踢右邊 如果你右邊踢得起 踢得厲害的話 就是逆風 我就覺得你來萬聯的機會大一點 說真的 所以沒有辦法 有時候的球員 雖然他多想都好 但始終我們在位置上 未必能夠迎合到他 所以都沒有辦法 這樣 這樣 今天 最後一單說了 今天有個球員 我們的球員 還未說 也就是寶巴 最後 就傳聞 AS 報道 他說 萬聯已經比較開放的態度 究竟 寶巴是否會離開 他說萬聯應該會讓他離開 如果他想離開 是一個選擇 說真的 說真的 就是西班牙的媒體 我只是看翻譯本 我覺得他這篇文 如果你問我 他寫得頗安全 因為他說萬聯只不過 如果他想離開 就讓他離開 沒有什麼肯定的事情 說出來 所以 OK的 合格的 但問題就是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 普巴是一個法國球員 萬聯是一隊英國的球隊 一個西班牙的媒體 是不是會有一個 掌握到一個很準確 或者精準的資訊 的話 機會不是說沒有 不過是小一點的 OK 今天就是這樣 今天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大部分 沒有講幾天 全萬聯實在太多 全萬聯的資料 要和大家分享 尤其是新組 大家都知道 每一天都要出些新的資料 我都要和大家更新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多謝各位 拜拜